好了,转正安,直路了 前面透出就是这只中复者 但是中间位置,冥记之心追紧他 外面还有这只浪漫勇士上来 在内南那边还是安田之宝 最后一波迷到 浪漫勇士在外面压住了一只冥记之心 埋便是中复者 接近中点,一出即赢了这只浪漫勇士 跑第二名是冥记之心 第三名的马就是那只中复者 至于跑第四名,埋便 安田之宝还顶不顶得住呢 但是外面,橙衣的那只藤龙驱 好迟先踢着,看看能否过得住呢 结果一出即赢 浪漫组合不得,浪漫勇士就赢得到 跑第二名,冥记之心 第三名,中复者 第四名,只是中点那一步 埋便有安田之宝 外面,腾龙驱要拍照 有一出即赢的沈杂成马房马 这只还要三岁不半球 浪漫勇士,莫雷拉 终于有头马见面 第二名,冥记之心 第三名,中复者 第四名,看看是否龙那只5号 腾龙驱到先 真是大超级,蝕主也赢了 好了,直到时候了 齐心同行就占先了一点 外面,过河竞出一股灼气 盖上来,卖变一幅满勇士 内蓝就是浪漫勇士 外面追的马还有春风得意,五入之星 最后八多米,齐心同行 卖变半个身位,卖变一幅满勇 内蓝一比上去,有了 浪漫勇士,大外当春风得意 浪漫勇士打踏赢,跑第二名 复满勇士 第三名,齐心同行 第四名,是外面追上来的春风得意 结果这场赛事,浪漫勇士再一次表现 进步得很重要 跟人家跑,后上赢马 卖变,结果就轻松赢了 第二名,复满勇,何妍,又有 齐心同行,第三,第四,春风得意 跑马地赛事,1.4 达尔满勇士,浪漫勇士 跑第二,何妍,复满勇 第三名,齐心同行 第四,春风得意 算得很正路 但是超级马 这只不是最后 第四位胆大威猛,第五位无敌勇士 要拿出去外面迎蓝 外面位置,六三一只是浪漫勇士 后一点的马,先见到春甲英四季起的马 扭到来之后三百多米 前面偷出,前面是团结精神 五门斜蛋,面固过的笔 中档位置追,有胆大威猛 外面浪漫勇士追上来 再见到马林中间后面,还有无敌勇士 最后百多米 大威猛,这只浪漫勇士逢马哥 马上上来,卖变位置是团结精神 中间还有无敌勇士 和外面的春甲英 结果是浪漫勇士 直落赢三场 转过来沙田 一样赢得轻松 第二名的马 外面位置追上来 是春甲英 至于第三名的马 就比较接近一点 有中档无敌勇士 和卖变的团结精神 需要拍照 结果莫雷拉,大叶满的浪漫勇士 转场升班都赢了 走过蚀的弯 那只春甲英 都是有点最小 跑过第二 后来有点耐闪 巴道要抽住 第三是团结精神 第四是无敌勇士 巴道这个时候现身 硬了一条桥 还是有点生的 春甲英 上一次也现身 好,入正最后直路 前面熊王瞻仙 外面实力拍 盖上去 浪漫勇士 里面够不够位呢 再看到外面 幸运有利上 外面还有天生一队 转到来最后百多米 偷出的马 是浪漫勇士 外面幸运有利上来 最后一层的马 还有天生一队 里面位置 还有熊王 接近这些浪漫勇士 就赢了这场赛事 四出四折 就未逢敌手 跑第二名 是那只幸运有利 第三名的马 是天生一队 后面赶了上来 跑第四名 实力派 和埋面那只熊王 要拍照 结果这只浪漫勇士 都认真厉害 这只四岁北半球的马 出四场 赢四场 幸运有利 就跑第二 第三名 天生一队 第四名 是熊王 还是实力派 都未输过 四号把 浪漫勇士 增情 也没有难度 也吃了尾虎 莫雷拉 骑士王 幸运有利第二 天生一队 第三 第四 就看来灰马 熊王 重要一点 看来第四熊王 不前端 扯得比较散 捕着一个内篮 第六位数位 拉松了 又不怕 进阵最后直路 加州星球 埋变 数出来 落满冠 里面偷位 浪漫勇士 中间幸运有利 有少少偏离 偏离 就包装长盛 外面包装 智威也都爆上来 最出那边 才看到试跑得 最后百多米 加州星球 还有一个马尾的优势 看到浪漫勇士直逼上来 外面位置 包装智威 最后50米 浪漫勇士 终点前 将放头的加州星球赶过了 而赢出这场香港经典一里赛 浪漫勇士 跳程 逐级逐级增程之下 去到1600米这个路程 一样都能够赢得到 亦都显示他的能力 都相当强劲 由菊草迁移 沙田迁移 上1400 第一次跑1600 已经立即赢得了 出五战 赢了 这只浪漫勇士 奉舟今届的香港经典一里赛 田泰安 一档 跑第二也跑得很好 加州星球 输给浪漫勇士 第三 包装智威 第四 14号码 叫刀灵太阳 这只特14 反而真是 有点惊喜 虽然第四 田泰安 今天成绩很好 如果不是莫雷拉 这只骑不骑 第七位到了 六三在外面 就是这只浪漫勇士 拼出去了 在外面位置 多巴先生 最出那边 刀灵太阳 入征直路 前面偷出的马 是加州星球 五腰囊 拿出来中间 再看到埋便 发财先锋 追紧他 外面 咋咋咋上来 浪漫勇士 追紧 后多层 还有包装智威 外面还有多巴先生 最后百多米 透出是这只加州星球 外面 浪漫勇士 一直贴着他 五方 外面位置 还见到多巴先生 里面发财先锋 接近中点 打给的得主 沈杂成 田泰安 浪漫勇士 一个重连 一个重骑 以来 首度赢出这场 打给大赛的冠军 这场冠军 真是别具意义 以为前面 加州星球 已经走掉了一点点 但是这只浪漫勇士 在外面逐步蚕食上来 埋便第三个 都已经被人扔掉了 发财先锋 第四名 是多巴先生 谁知骑恋 香港国际马不拍卖 大会第一个 赢了一个打给大赛 浪漫勇士 绷走今居宝马 香港打给 跑第二 加州星球 第三 发财先锋 第四 多巴先生 我很紧张 尼尼斗到 斗捉整条迹路 加州星球也真的很厉害 厉害 他真是顶得 他的脑面还是精神威大放 超级军团第二位 嘉应知星外面上 再见到第四位 红眼罩飞轮仙妙 第五位 中档浪漫勇士 外面位置冲 还有大外当的帐王 外面位置上 还有这只超好的日子 最后直路 前面透出的马 是超级军团 悬栏上来 有时事有余 外面追 有浪漫勇士 马林中间的马 还有飞轮闪耀 外面的帐王 最后百多米 透出浪漫勇士 看到那边飞轮闪耀上来 中间有嘉应知星 内南那边还有时事有余 接近终点 赢完打比 再赢完这场女皇杯 就是浪漫勇士 第二名的马 是飞轮闪耀 中间还有嘉应知星 外面是勇战神区帐王 几只马相当接近 结果来到这场赛事 赴卫保险女皇杯 浪漫勇士 贵为打比的盟主 接着直落赢了这场 女皇杯 浪漫勇士 成为史上第五匹 赢完打比 再赢女皇杯的马 恭喜浪漫勇士田泰安 跑第二飞轮闪耀 第三 勇战神区 第四 嘉应知星 田泰安 好事一浪接一浪 赢完打比再赢女皇杯 之前只有四匹 全部都是马王 红森威龙渣黄令羽 回到来 盯着个好位 一骑下去 撕掉对手赢了 赢了 其他马没什么朝气 浪漫勇士 在第四位 后面的多巴先生 外面粉红眼罩 就是美丽同向 后面三只 九宝 将王拿出去 等内南那边 还有一个勇战神区 好了 转弯入直路 发财先锋 折离一个新位进来的 嘉应知星第二位 浪漫勇士 拿出去 外面位置 还有美丽同向 涉入面追 红眼罩 飞轮闪耀 大外当还有将王 马林中间 就在勇战神区 和多巴先生 最后二百多米 浪漫勇士 在中档已经透出了 在他里面有发财先锋 飞轮闪耀也有上来 后多层 还有嘉应知星 和多巴先生 最后一百米 浪漫勇士 抛来一脚身威 赢出这场马会杯 跑第二名 是飞轮闪耀 多巴先生第三 嘉应知星 应该是跑第四 结果今场的赛事 浪漫勇士 都休息一段时间 复出 立即可以 赢出这场二千米 马会杯 看回赢马之带 二踏第四位 入直路上出头 都是相当轻松 把后面的对手 扔掉了 跑第二名 球女的一只 飞轮闪耀 第三 多巴先生 第四名 是嘉应知星 上届打给冠军 女皇杯冠军的 浪漫勇士 贵来一出即胜 赢出今场 中银香港马会杯 好了 转弯入直路的时候 前面 本初之海 仍是占先少少的 嘉应知星第二位 黎冠花樊 在里面等位 再看到外面冲 发财先锋 外面浪漫勇士 再看到外面上来 飞轮闪耀也有反应 马嵬中间是野田小子 最后三百 浪漫勇士 在外面就先出来了 再看到中间位置 发财先锋 后多一层 野田小子 橡黄 今次棋 外面飞轮闪耀 接近终点 浪漫勇士以一个无敌的姿态 赢出这场浪琴香港杯 抛来后面的对手 跑第二名 野田小子卖变是发财先锋 结果 今次浪漫勇士 真是肩负重任 因为失落了三年 三届的香港杯 由这只浪漫勇士 拿回来 至于后面的马 有这只发财先锋力弱 野田小子在中间追上来 外面还有飞轮闪耀 中间是张黄 浪漫勇士成功捧走 浪琴香港杯 恭喜浪漫勇士 麦道朗、沈杂成 赢了香港杯 大胜一场 真是 赢了 跑第二名 是这六号的野田小子 日本代表 第三名还是本地代表的发财先锋 第四呢 很近 可能开变的飞轮闪耀 会晨鲜一点 赢得掉了 浪漫勇士 他早段也有些抢口 有些浪漫勇士 幸好发财先锋 可以拿到他来遮挡 一定有遮挡 这场有几天抹走 发财先锋真是 很厉害的 因为这场本初之海 本来打算是大途 你看到他又跑不掉 对 踢出来也不是大途 但看时间也挺快的 前之马很多都力药 发财先锋 叫做顶回第三 反而日本跑得最好的野田小子 这些金积棋都没有 没有了 比想象中留得很厚 我以为他会跟着 本初之海后面那一格 好了 过了一千米的断柱 大家位置变动上 暂时没什么移动 放头的马依然是发财先锋 飞轮闪钓第二位 浪漫勇士第三位 第四位 外面野田小子 埋便位置 是这只愉满杜败 再后面那两匹马 吉典娜 埋便王三那一匹 是仙剑 好了 转弯入直路 那几乎 前面发财先锋 支离一个新位 看到飞轮闪钓第二位 浪漫勇士 已经咬了上来 再看到埋便位置 有愉满蹈败 再看到中后踏 先见到王三那只仙剑 外面上了一点 野田小子 外面吉典娜 就一直封着仙剑 好了 最后三百多米 浪漫勇士 从中档透出了 埋便了发财先锋 中档位置最有愉满蹈败 里面仙剑 最后八多米 浪漫勇士 抛来后面的对手 至少两个马威 赢出这场 富卫保险 女王杯 今天港队真是认真威慨 跑第二名 是仙剑 愉满蹈败 外面冲上来跑第三 结果这只浪漫勇士 基本上都在直路上 轻轻给了几步 很浪漫地把后面的对手 远远扔掉 而赢出这场赛事 跑第二名 仙剑在中间都困了一轮 外面愉满蹈败 第四名是发财先锋 上届打给冠军 兼请女王杯的得主 今届再度蟬乱这个女王杯 走去他 浪漫勇士 奉舟今届 富卫保险 女王杯 仙剑失了一轮 跑第二盘盾 第三名愉满蹈败 第四发财先锋 二零二三年度 一级赛 葛士顿 随时预备一步 一开门的时候 比较快 应声弹出 浪漫勇士快 中间位置 强刃斗士也不慢 直接放出来走 外面方面看到红领之王 缩住在第四位 分别看到品德高尚 内兰方面那只 永多利道 武装自己有些少抢口 捕住内兰那批是乐观派 在后面那四匹马 分别看到那批人 获掌无数 外面那只狂迷女孩 有遮挡 精细线条 亦比较后 还有仙患之王 还有托金行 暂时垫后 跑过刚刚一次的直路 戴头前面 看到黑衣黑帽 红领之王 守着外面第二 品德高尚 内兰第三位 强刃斗士 浪漫勇士在哪 有遮挡的第四位 三位 内兰方面 看到乐观派 拍着外面位置 还看到永多利道 后一格的马位 内兰方面获掌无数武装自己 在后面 暂时的尾四位置 才是永多利道 内兰是搭金行 暂时殿后一对 是潘顿的坐骑 狂迷女孩 白色衫 白帽 精细线条 走到对面直路 差不多入彎的阶段 前面戴头 红领之王 暂时占先半个马位 品德高尚咬着第二 中间守着第三位 叫强刃斗士 外面浪漫勇士 开始逐步逐步来 内兰方面 看到乐观派 永多利道 获掌无数 在后面才看到 武装自己 弯位差不多 最后六百米断柱 前面戴头 依然都是红领之王 占先射少 守着第二位 就是品德高尚 外面开始上来 看到中间位置 浪漫勇士 后面上来 还有强刃斗士 中间永多利道 后面还有一个 踏金行他怎么追 进到最后直路阶段 前面暂时偷出品德高尚 外面浪漫勇士 逐步逐步上来 强刃斗士 还有两个 中间等归 还有乐观牌 进到最后100位 中间暂时占先多点 还是强刃斗士 外面浪漫勇士 逐步蝉色上来 内面最后就品德高尚 最后50 浪漫勇士在外面 逐步逐步上来 但内面 乐观牌上来 乐观牌 浪漫勇士 要赢得上 浪漫勇士 我们绑走今届国士团 第二位 有这只龙船状元 跟斗云咬住第三 第四位 就是这只浪漫勇士 再看到第五 有直线力山 外面有卢心堡 后一点的马 才有放薄无比之足常落 尾三就是地平流金 内南尾伊为治 有这只仙剑 暂时垫后 变成了那只利心名媛 去到对面 直路的中尾段 接近一千 前面放头的马匹 仍然是发财先锋 抛来大厦 有两个新位 龙船状元第二 埋便第三 还有跟斗云 浪漫勇士 绿色三 接着第四 再后面的马 还有直线力山 外面是卢心堡 后面的五匹马 分别是磅薄无比之足常落 地平流金埋便 上了一点 还有仙剑 垫后的马匹 仍然是那只利心名媛 现在转弯入直路的时候 前面发财先锋 占先锋了第一个新位 龙船状元中档 外面浪漫勇士 推出了一只卢心堡 再后多层马 磅薄无比拿出去 让里面直线力山 外面爆的马 还有这只地平流金 和利心名媛 最后三百米 浪漫勇士 先出来了 接着后面的马 有这只磅薄无比追他 外面发财先锋 还未散 再在里面做直线力山 外面上来先锋 最后百多米 浪漫勇士透出 中间磅薄无比上来 外面还有一只卢心堡 接近中点 浪漫勇士接尸 外面上来卢心堡 接近中点 浪漫勇士 前面 中点那一步 是否进去 外面追上来 卢心堡 两匹马 相当相当接近 最后百多米的时候 浪漫勇士出了头声 但是好像有一点 慢慢内闪 承着这个时候 卢心堡在外面逐步上来 中间夹着 还有一只磅薄无比 再看最后五芯 浪漫勇士在前面 外面 卢心堡哪个赢了 看下终点条线 很重要 因为看下是否 浪漫勇士可以顶到回来 顶到 没问题了 人得清脆过卢士盾那一场 浪琴香港杯 浪漫勇士 搞定了 麦都朗 回来刚刚顶到 那只卢心堡 跑第二只卢心堡 第三 还是磅薄无比 第四 看看里面是否直线力删 里面先见寿塞 卢心堡 直路初一 退了下去 后来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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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他转弯时 想封了 浪漫勇士 封不了 就顶了出外蝶 香港金杯准备 好 进去步的时候 前面快闸的马 有埋便位置 是安御 中间枝竹常落 走上去 外面白衣 就是那只澳油气泡 再出便位置 还有发财先锋 埋便位置是安御 中间橙帽那只 直线力删 外面浪漫勇士 都咬了上去第四位 后面那五匹马 有筋斗云 龙船状元 在尾四 尾三 是飙之 五支多巴先生 在尾二 暂时大舵后的马匹 是那只美丽同响 开始跑对面直路 放头的马 系之足常落 接着第二位 发财先锋 浪漫勇士 已经在第三 澳油气泡 第四位 第五位的马 红衣 是安御 筋斗云 黑衣 外面多巴先生 灰马 进至尾五 尾四 中档 橙衫 有这只直线力删 后面三匹马 标志五支 龙船状元 暂时天后 仍然是那只 美丽同响 去到对面直路中 尾段 接近一千 前面放的马 还是这只枝竹常落 第二位 发财先锋 外面 看到这只多巴先生 走上去 内兰第四位 浪漫勇士 外面 还有一只澳油气泡 两匹匕首 竹木的马 分裂四五位 再后面的内兰第六位 还有筋斗云 第七位 红衫 是安御 后面四只 直线力删 向尾四 尾三 标志五支 后面两匹马 分别是龙船状元 和美丽同响 转弯入直路 智竹常落 占线少少 发财先锋 第二位 外面是多巴先生 拿出去外面 有这只澳油气泡 在里面等 还有浪漫勇士 后多层 有中档位置 就是这只筋斗云 外面有安御 大外档是直线力删 最后三百多米 外面位置 一股作气上来 是澳油气泡 外面打上来 就是这只浪漫勇士 两匹马单打独斗 前面浪漫勇士 外面澳油气泡 浪漫勇士澳油气泡 浪漫勇士澳油气泡 跟斗云 在后面直线力删 接近中点 浪漫勇士 赢出这场香港金杯 力压澳油气泡 投二名的嘛 扔掉后面了 跟斗云第三 直线力删就跑第四 结果这只贵为 五行一级赛盟主 浪漫勇士 今季先后扬威这个澳洲 继而在位港队 击中一梯的外敌 保住香港杯 而今场的香港金杯 也更加是浪漫勇士 第六行一级赛的树荣 重点前 一路顶着澳油气泡 浪漫勇士终于赢了 三冠大赛次关香港金杯 虽然赢得的姿态不算很轻松 不过一直吃着澳油气泡 两只马一齐脱下后面的对手 澳油气泡跑第二 这只金斗云真是跑到第三 跑第四直线力删 失望一点直线力删 追来追去都追不到金斗云 大家平榜的了 金斗云排了一档 咬得很漂亮 浪漫勇士也很快 竟然涉及卖难 两天 没有 需要